安全 接下來值得期待 因為他是上一集的第二高分 鄺瑞克 你好… 成績一向不差的鄺瑞克 上一集還有大突破 認真後驚凌厲 上一集鄺瑞克表現出色 對歌曲的演繹更有個性 這集他可否繼續做頭三位呢 有些話你選擇不對他說 你說某種脆弱 我才敢從聲受 我永遠都願意當個聽眾 安慰你的從 抱著你 從始至終 就算你的愛 屬於他了 就算你的守護 它還牽著 就算你累了 我會在這一流量 任舊散任舊 悄悄的 遠遠的 或許捨不得 默默的 靜靜的 或許很值得 我還猜不出守候著 說不定這也是一種幸福的資格 至少我們總還有人能快樂 這樣就已足夠了 有些話我選擇保持沉默 別把實話說破 隱藏我的寂寞 你的心臟 寂寞 你的心臟 依然把我牽動 你的心臟 依然把我牽動 躲在你心中 躲在你心中 就算你的愛 屬於他了 就算你的 手 它還牽著 就算你累了 我會在這一流量 任舊散任舊 悄悄的 遠遠的 或許捨不得 默默的 靜靜的 或許很值得 我還猜不出守候著 說不定這也是一種幸福的資格 至少我們總還有人能快樂 這樣就已足夠了 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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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 為什麼我的愛 我的愛還留不住你的離開 卻總在 能帶著你回來 一人流 兩人就散任由 悄悄的 遠遠的 或許捨不得 默默的 靜靜的 或許很值得 我還猜不出守候著 說不定這也是一種 得不到的 卻美好的 至少我們總還有人能快樂 這樣就已足夠了 至少我們總還有人能快樂 這樣就已經夠了 我越來越喜歡瑞克的感覺 是因為一首歌曲在他的口裡表達 是完全有他自己的性格的 你的情緒 依然把我牽動 躲在你心中 無論唱周杰倫的歌 唱方大同的歌曲 他不會被那首歌牽引著 他會有自己的風格 這其實是我們正正 很希望在參賽者中找到的一個特質 而且玩歌不是那麼容易玩的 他一定要知道他的音準才能玩 是很難得的 他唱哪一首歌都好 很難得有一個未曾做歌星的人 而是有自己的風格 這是非常好的東西 好 謝謝 我們看看評判給甚麼分數 更是狀態大勇的鄺瑞克 今集繼續以非常不錯的成績過關 我的夢想就是可以跟方大同台演出 希望喜歡方大同的觀眾 都會喜歡我